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能装置双2.5G网卡的最新第二代英特尔Ultra高性能小主机 阿苏斯华硕LUK15 ProTOL后版 华硕LUK15 Pro有薄版Slim和厚版TOL 后版相对薄版,可以使用扩展配件增添外置接口 拧下这两个螺丝卸下扩展挡板 我们就能安装上第二个2.5G网口和CAMO口 那么大家认为为了这两个扩展接口 有没有可能不使用宝贵的222的NVMe插槽来扩展接口呢? 华硕LUK15 ProTOL后版装置的是 英特尔Ultra 5 225H CPU 14核14线程 内置英特尔ARC130T核显 CSO-DIMM DDR5内存6400MHz M.2 PCIe 5.0和4.0X4双NVMe接口 视频显示输出 可增加的2.5G网卡加WiFi7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 电源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小电源是1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只有0.7升的体积的小主机 机身是全金属的 塑料顶盖 机身接口 前面板 USB-C 3.2晶2x2接口 双USB 3.2晶2A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49V电源接口 雷电式接口 HDMI 2.0接口 2.5G网络接口 USB 3.2晶2A口 USB 2.0接口 雷电式接口 HDMI 2.0接口 这里是外部转接口的挡板 后部和双侧都有通风口 后盖采取免工具拆装方式 轻轻提拉锁扣 后盖就打开了 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 顶盖上是两块NVMe的散热铁 右边还有铰链 把底盖和机身连接在一起 双DDR5内存 最大6400MHz 2280的M.2 PCIe 5.0的NVMe接口 242的M.2 PCIe 4.0的NVMe接口 英特尔B1-201WiFi7无线网卡 注意 这两个位置是两个关键接口 它能连接我们的外接扩充卡 感谢国内著名内存厂商 宇瞻提供的 CSO-DIMM DDR5 6400MHz 笔记本内存条 给它装上 两条16G 一共32G 爱国者2TB的PCIe 4.0X4的NVMe SSD 开盖和安装配件 全程都靠手 我们也拿到了华硕这块2.5G扩展卡 拿出来看看 一个2.5G网口 一个CAMC 电源线 还有数据连接线 好了 我们终于把两根线也连接好了 然后把挡板上的螺丝顶上 BIOS的内存显示是32G DDR5 6400MHz 这里可以看到设置的是最强性能 而且是华硕特有的动态PL1和PL4支持 可以在风扇模式里选择性能释放 有静音 标准 和性能三种模式 我们选择的是性能模式 如果我们在系统里安装了华硕管架软件 也可以在这里设置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运行在63到64瓦之间 整机功耗大多时候在86瓦到84瓦之间 CPU整体频率运行在平均4GHz 在单烤的1小时01分钟内 CPU功耗一直保持63瓦左右 时温24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96度 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49.1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3度 内存和SSD温度不高 我们首先使用华硕Log15 Pro后版主机的 Ultra 5 225H CPU来砖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0分01秒 共计601秒 比上个月测试的保版的Log15 Pro Slim 坏了10秒 接近了最好的8845HS CPUZ多线程8269.6 单线程789.8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保版Log15 Pro 以及所有的8845HS Gagapenchi 5多核13041 单核1908 多核成绩超过了所有的8845HS 刚刚超过了保版Log15 Pro Gagapenchi 6多核14126 单核2652 多核成绩比保版Log15 Pro高一点 超过了所有的8845HS Cellibancher 223 多核17211 单核1931 多核上了17000分 接近最好的8845HS Cellibancher 2024 多核979 单核115 多核超过了M4 Mac Mini 和8845HS差不多 Pasmag多线程32968 单线程4488 多线程接近了最好的8845HS 超过了保版的Log15 Pro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后版Log的Ultra 5 225H 63W的性能发挥 已经远超上一代Ultra 5 125H 超过了Ultra 5 225H 和8845HS差不多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123万3267 CPU得分57万4829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51080P中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70多帧 复杂场景60多帧 接着玩游戏 地平线41080P高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尺 全程70多帧 荒野大标告2 1080P低画质 运行评估测试 平均帧45帧 古墓丽营暗影 1080P高画质 运行性能测试 平均帧42帧 英雄联盟 4K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 12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50多帧 这就是ARC 130T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游戏测试完以后 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 传感器数据 室温24度的时候 CPU最高温度76度 内存做显存 最高温度64.2度 SSD最高温度43度 我们也看一下3DMark的测试结果 Time Spy 3595 File Streak 8295 Steel Lomade Night 23.15fps 稳定度99.0% 把3DMark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 Time Spy超过了所有780M核显 File Streak和宝版的22VH差不多 Steel Lomade Night超过了所有780M核显 但这只是跑分 3A游戏表现是不如8845HS的 我们也给它运行了大模型测试 还是探测蛇编程问题 结果是11.4Token每秒 比8845HS要差一些 测试Deep Stick R1振流的千万7B模型 简单问题42.80Token每秒 测试Deep Stick R1振流的千万14B模型 简单问题6.59Token每秒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4K60Hz 8bit RGB显示信号输出 雷电式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位RGB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雷电式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 8位RGB显示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连接HDMI线栏 小主机能够输出4K60Hz 8位RGB信号 Intel Arc130T核显视频解码 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r 8K60帧AV1视频 可以流畅播放 M.2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7000兆B每秒 达到了PCIe 4.0X4的最好水平 安装了这次PCIe 5.0X4的 英瑞达T700 SSD 接近12000兆B每秒 这只是T700的最高读写速度 不是M.2 PCIe 5.0的极限速度 雷电4外接雷电硬盘盒 3100兆笔每秒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 注意到这是在零以雷电4接口 接入了高刷显示器时候 车到的 说明雷电4接口不存在 兼用性问题 WiFi6测试 Intel B1-201 Wi-Fi7无线网卡 跑上了820兆BPS 算是我的WiFi6无线网卡 测试中较好的水平 板载的Intel i226-V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 测试了瑞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用性问题 我们增加的第二块网卡 还是Intel i226-V2.5G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也没有兼用性问题 阿苏斯华硕LUX15 Pro后版 装置了14和14线程的 Ultra 5 R25H CPU 63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85W 待机最高功耗9.3W 按这个结果 120W的小电源轻松搞定 时温25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4度 SSD待机温度41度 这台小主机高性能模式 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56分贝左右 收回在耳边是46分贝 华硕LUX15 Pro后版米里电脑 装置了44和44线程的 Ultra 5 225H CPU 63W的性能释放 远超上一代 125H和155H 超过了宝版的LUX15 Pro 225H 还超过了大部分的8845HS 真不错 华硕LUX可以免工具 拆卸底盖 安装配件 具有良好的高可微幅性 试显示接口很好 当然 后版最强的是它的扩展性 它能不占用宝贵的NVMe接口 就能扩展一个2.5G网口和一个Chrome口 目前看到LUX15 Pro数据配置表里 有三个官方配件可扩展 分别是单2.5G网口 2.5G网口加Chrome口 2242的PCIe 4.0X4的NVMe接口 希望以后能有万兆网络接口 以及奥克林克接口的 新官方扩展配件提供 作为一台高级商业迷离主机 做工仍是一级棒 精致漂亮 它有市面上最优的用料和设计 它能满足40度以上严酷环境下的 7x24小时运行 支持VPro 无头显示 端口控制等专业功能 相比上一代 它把2280的M.2 P3e升级到了5.0 无线升级到了WiFi7 内存支持升级到了CSODEM DDR5 6400MHz 这些都直接给到了最好 缺点吗 雷电式不支持PD电源 总结一下 63瓦的性能释放超强 散热和经营稳定 接口兼容性相当不错 特别是能很方便的增加第二个2.5G网口 其他的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 商业精致做工 无工具开盖安装配件 还有品牌 是迷你电脑最顶级的 这绝对是目前最优秀的商业迷你电脑 推荐给对使用环境有严苛要求的用家 以及一直喜欢英特尔和华硕 LUK的朋友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